怎么帮你说呢 你说说看 就这点恶喜了 对吧 其实是爱好 咱们一会儿帮她调整 没别的了吧 这都活儿圆 还有呢 有 怎么了 那她呢 最近呢 她总跟她前女友 有联系 真的吗 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咋说 就是那有时是年轻时候 小时候呗 是吧 就是二十多岁那种 完事出了几年 是吧 当时说话父母也不同意 反正就也就完事了 完事了就完事了呗 完事就完事 但是有什么 我俩是那个邻居 跟前那个 里面有家挺近的 知道不 他也是养车的 也是养货车的 他有时候 他就接受点活干 是吧 就这样他就 就小心啊 就不愿意 那只是单纯接受点活吗 谁给谁活 那她前女友给她活 接受点活 有的有的他干不过来了 就给她干 是他接受点活给她了 他就觉得特别感激她 就俩人经常出去喝酒 经常在一块 那不好 这要比比心 有时吧 就是我们在干活吧 就是那个 有时候晚上 就是那个货城吧 一般白天都不想走 有的地方都进行 一般吧 都活都是 都在晚上干 晚上干 有时候回来都挺晚的 说车腾停了 加个小小来 晚上出去吃口饭 一会儿有时十一二点了 或者那个十多点钟了 就吃了一口饭 让他指着就是 就好像是 就想多了 就好像咋回事 就是 就是什么意思 那不单指着 是你吃口饭的事 都会引来流言蜚语 有很多人 邻居了 车友了 朋友了 都跟我说 他俩特别密切 他俩走得特别近 如果要是没有说 他以前是的前女友 我也不会多想 是吧 但是的确 你俩是走得近 哎呀 电话一天好几遍 然后微信呢 这俩人偷着聊 那个没成家吗 还是 有家 又有孩子 还有老公 你看他就是 就是像多了 你那个 我的前女友吧 就是咋说呢 就现在 应该就咋说 应该就说是邻居 知道吧 我那个邻居 就是在一起都 这一年都 那个都挺好的 我头几年吧 就是车活挺多的 知道吧 我那个 跟您那个 这个活的方面 不法太来往 这事有点说不清楚 你就自律吧 就老婆在意这事 介意这事 以后就别接她的活 别跟她吃饭 不就完了吗 就是往后 你别吃了呗 对不对 注意点 我就这 因为啥就在一起吧 他老这么说 我就怕 他老这么误会我 所以你要就误会 我要真不跟他 在一起干活了呢 他不想的更多 好像我俩真用的 这种事情 好